歡迎賴慎恩 拒絕再往 我一定要小心 害怕跌入陷阱受苦 就這樣 我喜歡走八方的路 就這樣 我哪看直到遊戲結束 拒絕再往 不重複同樣的錯誤 就這樣 我喜歡走八方的路 就這樣 我哪看直到遊戲結束 拒絕再往 不重複同樣的錯誤 好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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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上面具之後 我緊緊抓住風的腳步 我遭遇著風 我向前之衝 飛奔在都市中 找一條自己的道路 嘿嘿嘿 在這都市之中 有遊戲飛著需要遠路 這個不要說 那個不要錯 我一定要小心 害怕跌入陷阱受苦 就這樣 我喜歡走八方的路 就這樣 我哪看直到遊戲結束 拒絕再往 不重複同樣的錯誤 就這樣 我喜歡走八方的路 Oh baby 我承擾那個遊戲結束 拒絕再往 不重複同樣的錯誤 這就是我們的舞王舞后大對決 怎麼樣怎麼樣 小胖老師看了這段表演 好棒喔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喔 剛好這七班的同學也在喔 因為兩位學長學姐 而且在這個表演的同時 這個演唱的部分也越來越好了 我聽到很多技巧 像那個聖恩的一些抖音 跟那些尾音的處理 然後同時間還是表演得這麼好 我覺得這個真的太難了 謝謝 太棒了 這對聖恩來說 是很重要的一個鼓勵對不對 其實在講到你唱的部分 對啊 因為講到跳的部分 他一定很有自信了 其實在這個舞台 再唱歌的感覺是 很棒 很開心會回來到這個舞台表演 對 對 你真的很喜歡用道具 很棒 很開心 在那邊揮揮揮 小胖老師 覺得這一組的演出 我覺得真的在舞台上 就是要享受那個 你知道肢體 然後你要怎麼表達 我覺得不只是唱歌耶 那還有好多你身體的語言 我覺得兩位真的好棒好棒 然後太久沒有看到那個羽毛扇了 還有那個愛神 真的 一開始就我們兩個就一直合音 一直唱 對啊 而且小葉那個動作很漂亮 拜託 在表演 哪一個動作 那個 正拍人 對 葉小姬 對 真的是葉小姬 葉姬 對 太厲害了 既然評審這麼懷念 這麼復古的感覺 待會兒評審上台來玩一玩啦 玩完那個扇子 同時待會兒我們馬上有個俄羅斯論盤 大家涼涼相切 輸的 然後出來PK 最輸的那一位 就要被調到那上面去啦 好 很精采喔 先來看看兩位的分數 首先是小葉的分數 請評審按燈 又一點的表演 得到的分數是 28 28分 非常高的分數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是賴森的分數 請評審按燈 賴森的演出 得到的分數是 28也是28分 哇 今天兩位最高分啦 目前為止不錯啦 這樣子分數還滿一嗎 非常 非常 你覺得她跟你同分OK嗎 OK啦 勉強 勉強 因為我也會啊 投資姐 要側面 側面 怎麼用 好 那既然這麼不明氣的話 兩位下去對調衣服再來一次 好 還是不要 愛唱愛跳 還是要送紅包給兩位 非常感謝 來… 小葉先好了好不好 女生先 幾號 妳想要什麼 想要什麼 其實我就有個 已經有電視了嘛 電視有 電腦了 電腦啊 那要自己買啦 今天這裡沒有 不好意思 27號 27號 我們看看 很適合妳啦 真的喔 來 美班嗎 MK女協五千元旅券 恭喜 好 來 來 先頒給我們小葉 好 來 來 要哪一號呢 18好了 18 對 好 好 還不錯 金吐淫吐開財路 368紅包 恭喜 給大家去買鞋子好了 謝謝 好 在這邊 先謝謝兩位 接下來這畫面非常血腥啦 兩位趕快來休息一下啦 有請我們所有的評審老師請到台上來 帶著自己的麥克風 好 青春大冒險 星光評審挑戰高空鐵龍 究竟誰會接受殘酷懲罰呢 在這邊呢 我們一共五位評審老師加我主持人 好不好 我們現在兩兩撤拳 輸的再出來PK 來 小胖妳跟Roger老師撤 撤一把一把 剪刀石頭 布 小胖輸了 往前站一步 擦子給Roger老師 我跟小玲來 剪刀石頭布 苦竹 苦竹 我為什麼要玩 你們兩個 來 剪刀石頭布 小胖 看不見小胖 那我們三個來啦 最輸的那個籠子就要來囉 妳是講真的啊 當然啊 最輸的那個降下來就要唱彩虹 那籠子 沒有啊 這還是一樣啊 妳會上去 他那麼高裝不進去 他那麼方也裝不進去 沒有 不要這樣子 我們用命運來決定 一把決勝負 好恐怖 想好了 剪刀石頭布 小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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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 不是 你們騎帶越高我越緊張啊 萬一是我怎麼辦啊 那也很好看 來 來 就像那高 你知道高速公路在載雞的時候 有時候載太滿 那個最高的雞脖子會伸出籠子外面 有沒有 你的效果會是那樣 好 來 拿手布 來囉 剪刀石頭 然後銘集圓圓老師雙雙落敗 究竟誰在挑戰高空鐵龍呢 不 耶 小胖老師即將接受高空鐵龍殘酷懲罰 廣告後登場 萬眾矚目覺悟冷場 無掛被令全場費城的激烈任務 馬上要來了 小胖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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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